有口舌之针的艺人还有天心 我们就来看到最近呢 大家都在吵这个悠游卡找女优伯多也结衣来当封面的话题 结果呢天心就在脸书上怒劈 悠游卡找女优来代言会不会太扯了 立刻被网友围剿 你过去自己也卖过性感 凭什么这么说别人 难道你比较道德吗 天心发现苗头部都已经随即删文 而且发布了道歉文灭火 至于另外一位艺人曲家瑞 则是力挺波多也结衣 要外界懂得欣赏不同的美 天心粗道早期走艳星路线拍摄性感写真 以托成名 后来之后转战戏剧圈 却在网路上怒劈 悠游卡找AV女优波多也结衣来当代言人 悠游卡找来AV女优做代言人 会不会太扯了 我们的大人们到底是怎么了 我亲爱的小朋友们 这些大人疯了 千万别像他们一样哟 这段言论引发网友踏伐 认为天心贬低了AV女优的职业 网友炮火全开 让天心hold不住 急忙删文道歉灭火 抱歉 我想我刚才的言论 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已经删除很抱歉 有艺人炮轰 当然也有人力挺 你们都知道曲老师是个老师 身为老师的曲家瑞坦言 AV女优是最美的 有什么不好 美得大家都看啊 而且她一直以来都是很亲和的人 就像邻家女孩一样 要懂得欣赏美 事情不是只有两极端 力挺 波多也结衣 而越南籍的演员 海伦青桃 则在脸书上写下 希望大家不要老把眼光 放在日本和韩国人身上 这里还有人 始终如一 走在这块土地 默默地努力 希望大家能看见更多的外来文化 恭喜波多也结衣 悠悠卡找来AV女优 波多也结衣 来当代言人 评论两集 再掀起演艺圈 另一波争议 这里台北综合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